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代解说的 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的第四集 上一集的最后我们从鹰帕那里得知 我们的真正的目标 是要解救四个圣像 四个圣兽 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先要 去另外一个村桌的一个实验室里面 对我们的虚卡失败进行增强 在那去之前我们回到了之前的马棚 拿回了我们的马匹皮 前往新的村落 下雨天 上马 出发 我们先定位一下我们的主线目标 上锁的纪念笔 然后就在右边 准备出发 Let's go 我们这边聊一下关于VU和Switch吧 有的观众说为什么老代你还不买Switch 原因很简单 我所有的主机 最近20年的主机也只有Switch到现在没有买 很简单没中文呗 没中文我就没有办法做视频 所以Switch暂时没有买 Switch的画面要相对比VU画面好一些 但是在网络上面看啊 因为大多数是720P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观赏上面并没有太大太大的差别 不像战争机器一和战争机器一的终极版那个重制版的那种画面差距那么大 游戏性本身也差不多 而且可以使用汉化补丁 可以使用微游录像 肯定是要比只把字幕汉化要更好 观众们的代入感也是更强一些 现在这边是飘泼大雨 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爬山的 在没有办法爬山的情况下 最好的方式就是赶路 找路达到我们的目的地 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有时候是要打雷的 如果我们的服装是一套铠甲 金属铠甲 或者说盾牌是金属的 剑是金属的 弓是金属的 我们不会被雷劈的 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打雷 到一个新的地方 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爬塔 而现在要爬的塔 就在我们的屏幕的前方 骑马的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掉下去了 我还没有摔死过马 但是如果马万一掉下去的情况下 马就永远上不来了 不是永远就现阶段是上不来的 必须到马棚再把它给领出来 现在不能爬山 而且这座塔的逼星之路 虽然有一些怪物 打了我的马 还是有一个比较顺畅的一条路了 所以我们就骑马上去开这座塔 这座塔理论上也是我在流程里面演示的 开的倒数第二座塔吧 虽然游戏里面还有十几个塔 但是我不准备逐一演示出来 比爬塔都差不多 好了我们就到了塔的下方 这个塔上去呢 下面布满了荆棘 我们可以不把这些荆棘给处理掉 直接往上爬 但是体力对体力的有一定的要求 因为我们需要绕路 所以在体力不完全不够的情况下 最好的方式是把这些荆棘给烧掉 但是下雨天不大好烧 我们有几种方法烧 一个当然是使用木头 洗篝火把它烧掉 我们拿一下木头 和碎石 先拿一个木头拿起来 放在下边 哎呀上不去 哎呀木头还跑掉了 在这个地方 放一个木头 放一个碎石 先把木头放下来 可以一次性放下来的 雨停了 正好 好 再用碎石放上去 哎呀碎石碎了 哎呀又被刺了一下 再扔一下 不废话了 我们直接用火箭烧 火箭跟爆炸箭是不一样的 爆炸箭无法点燃火 点火的 只能炸东西 我们要等一下 等这个烧掉 烧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往上爬了 不烧也可以 我记得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好像就没有烧 中间就剪辑掉 直接爬到塔顶 我记得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可以直接用滑翔伞飞过去 但是不要 我们的马儿在这儿 皮屁在这儿 我们就骑着皮屁 观赏观赏风景 去这个新的村落 为什么叫新的村落 因为它的名字我忘了 好 骑马走 中间路上敌人不用管 中间路上敌人 你要走 用血 카 哈 啊 哈 啊 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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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林克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走反了 你走反了 林克心中默默说过四个字 妈的执照 为什么让我走反 好吧 走吧 呃 呃 微右的版本和switch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 switch在主机模式的时候是有900p的输出 呃 但是帧数好像也不是很稳定 但是掌机模式比较稳定 因为就720p 所爱就是抗锯齿 会比微右版会好一些 其他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哈特诺村 大家感觉到吗 实际上这个汉化版本 已经有点像官方汉化的意思了 虽然里面有时候还有一些小的文字 没有完全翻译过来 但是字体的运用啊 已经做的比较棒了 官方汉化也不过如此 这边有一个圣词 我们先把这个圣词给解掉 中间进来的过程我就剪掉了 这里会运用微右的gamepad的一个功能 就是需要它的陀螺仪进行解密 先激活这个东西 然后要把里面的球给滚出来 但是我不想这么滚 我们直接把这个东西完全翻转过来 然后重新掉下一个球 我们很流畅的把这个东西给滚 力气不滚 走 挑一下 正好 然后再把这个翻过来 然后那个球会滚到它应该滚到的地方 OK 门已经打开了 但是在这个迷宫里面是有一个宝箱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稍微控制一下 这个操作起来比较弹腾啊 因为它不是使用左右摇杆进行分享控制 是完全使用微右的gamepad的重力 重力进行晃动 所以比较弹腾 走你 把这个箱子给打开 我们要扔掉一些东西才能拿上这把弓 把垃圾弓旅行者之弓扔掉 前期这个攻击力有10的专注之弓 专注之弓会使得我们的瞄准的镜头放大 有点像狙击枪一样的 就是可以描的更准一些 看的更远一些 就放大倍率更高一些 我想观众们应该懂了吧 它的弓还是分很多种的 有的是一次性放几只弓出去 有的是弓的下坠比较少 有的是可以把我们的目标放的更大 不一样 但是具体操作上面除了一把弓 同时放出几把剑以外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好了 上马 直接去实验室去 还有跟观众们说一下的就是在这些小镇里面 它有一些服装店 一些服装店呢 会卖一些衣服 价格呢 一般正常情况下 一套都是从一千多到两三千三四千都不等 刚才那个有炭号的NPC是有支线任务的 暂时在现在的流程里面 我们还是以主线任务为主 支线任务我会后面穿插着等我的技能弄得差不多了 收集的东西都差不多以后啊 主力去做这些支线任务 这因为这些支线任务 跑图的过程 有的需要跑图的过程比较长的情况下 当我把整个地图上面所有的传送点都打开 包括圣词的传送点打开以后 我们做任务相对快一些 好走了 在镇子里面 马屁没有办法跑起来 所以现在出了镇子 赶快前往实验室 去增强我们手上的虚卡式吧 赶快把iPhone升升起 或者把小米升升起 就一样了 好到了大家发现前面也有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激活以后 以后我们也可以 尽快的传送到这来了 这边有比较多的对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跟后面的这个导师说话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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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啊哈哈 母母 母母母母 嗯 母母母母 母母母 不 嗯 哦 哇 啊哈哈哈哈 好嗎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要让他帮我们恢复虚卡石板 我们必须要先干一件事 我们需要把一束蓝色的光 或者说蓝色的火 给引到这边来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下山 距离不是很远 过去大概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把火给他引到他的实验室来 现在前面有蓝光的小东西 就是那边有一个蓝色的火 我们要把这个火带回实验室 下面好多羊了 好多羊 能不能宰两个吃 空中可以有自动触发子弹时间 好像射不动 射不动我砍 拿把刀 我要羊肉 没有羊肉 没有羊肉 走吧 这是人家养的不能乱宰 就是这边 会有蓝色的火焰 我们需要用火把蓝色的火焰带回实验室 这样才能够增强 虚卡失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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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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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